渔船游艇出港快乐出旁 大家包船出港用不同角度观赏黄色小鸭 但这只是在海湾内还不够 出海体验钓鱼的刺激与乐趣才是新奇 高雄市得天独厚拥有许多港口 可让民众亲近大海 而先前黄色小鸭重返高雄港引发热潮 让许多民众包船出港船班大增 为了确保每一次民众出海体验刺激与乐趣 海洋局提醒渔民朋友 务必做好渔船出航前的准备工作 以保障乘客生命安全 依照中央的一个法规 我们特别把这个娱乐渔船 有特别要求他们要做一个 船主的保险之外 也会特别有乘客的意外险投保 所以其实民众如果要选择 搭乘娱乐渔船 只要你在之前先把你自己的身份证 一些个人资料跟船主 让他来做一些事先的准备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你安排的时间 你就可以随着这个娱乐渔船进行出海 海洋局提醒渔民朋友 平时就要做好船位回报器 及通讯设备维护保养 除此之外也要逐项确认完成 船船妥善检查事项 以及乘客认知船船安全 及娱乐渔业活动等 应注意事项方可出航 安全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希望船主 他上面一定要装AIS 然后VMS这些东西都要装 然后我们也特别呼吁船主 在出发前一些安全的准备 器材准备要做好检查 然后那个VMS一定不能关 像之前地震前有一艘遗船 因为他就是把VMS关了 然后大家都没有联络到他 尤其海上的通讯又不是这么方便 然后会产生大家家人的担心 然后VMS也是一个 其实由渔业署监控中心来 记录一下你的船位 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 让大家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并不会有一些 透露一些什么行为 只是说我们出去玩的同时 安全也是一样重要 最后海洋局再次提醒渔民朋友 载客出航后仍需维持VMS或AIS于开启状态 返港后向监控中心通报才可以关闭 让民众在搭乘娱乐渔船 徜徉于碧海蓝天间 感受海风的抚慰同时 确实感受到渔民朋友的守护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谢谢观看 好